香香三人行 主位好 今天我的心情也非常高兴 对 因为成立的 美女来了 美女来了 我们可想了很久 很久都是三个男人了 对 所以还把徐老师提掉了 终于有人来赞助我们一下 这个美女方子玄 这个有多高 172公分 但是没有当过模特 哎呦 我们俩算是给灭了 我比你还矮两公分 幸亏咱们是做就做节目 方子玄是在台湾长大的 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长大 然后16岁的时候去英国念书 然后回来就给电影公司 签到香港来 所以真正在台湾的环境 都不是很熟悉的 反正香港还比较熟悉 对 在香港拍过戏啊 做过画廊啊 现在呢是歇着 现在歇着 美女现在好多是歇着的 我发现美女的 美女是所有歇着的 但是一般美女怎么谋生的老歇着 谋生的 之前有积蓄啊 哦 我选到另外的发现上去了 但是这个子玄呢 这个我很喜欢的 哎我不能不能 你想我这句话说出来 没有我们好久以前就见过面 对对对 对对对 一直约着 还有时间上一次我们节目 因为呢 她啊 我觉得挺感性 好多事啊 对她刺激比较大 你像最近呢 就是台湾出了个事 我听她一跟我说呀 嗯 把她刺激的 简直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啊 怎么回事 台湾最近呢 就是流行呢 就有一个男人 那她呢 娶了第一个老婆已经离婚了 然后第二个老婆呢 就被毒蛇咬屎 那在毒蛇咬屎之前呢 她就一个 用一个巨额把她饱了 然后赔偿呢 赔了大概六百多万台币 就人受保险 对对对对 然后过了两年后呢 她老婆呢 然后娶了另外第三个老婆 然后又被火车失事 死掉了 现在要赔两千多万 那现在台湾就弄了满城风雨 这个很很诡异啊 就是说这个男的叫李双全 最近几天消息已经上吊 自杀了 她就因为说你们冤枉我 对吧 因为外界有人检举 她是铁路员工 铁路职工 然后她就这样 一直就死前都还设她 是 前她已经离 她离开了那家公司 大概一年 但她坐过 然后她坐过 她计算过 那个火车怎么出轨 据投诉信长说 她能控制火车 这个哪个车厂出轨 对因为台湾最近 几次火车出轨 都说是有人弄的嘛 不是说对对对 这个现场发现 那个木轨是给人叫过 出轨的时候很特别 她老婆在那个车厢 她出完间说 她要去洗手间 就跑到另外一个车厢去了 所以出轨那个车厢 就出轨出去以后 她在的车厢 又出轨 她老婆在的车厢 出轨了 然后老婆 现在人家在说 老婆全身都没有伤 可是为什么她会死掉 她现在要验伤 那李方权管得了吗 她我在想 她给她老婆吃了一些药 已经死掉了 然后想做气 对对对 因为在事发前 这个李方权给她的老婆买了 新台币 两千万的保险 对 但是我很难相信 我觉得她 如果是真的话 她后来 她干嘛又要用 以死来明智呢 对 就说是畏罪是吧 对对对 畏罪自杀 但是为了这种事 我过去很难想象 因为我以前看这些故事 老是女的这么杀人的 不过就来看到 有些什么蛇蝎美人啊 对 一个丈夫 一个丈夫 那么帮他们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英国前几年不就有吗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人吗 就是她嫁妇好几任丈夫 那么她每一任丈夫 都是心脏病发死的 怎么回事 后来就发现啊 她煮菜煮得特别好 要放了特别多的油 让那些男的拼命吃 吃吃吃到高血压 心脏病发 啊 你听过这事吗 是真事 我还听过一件事情 朋友讲的 有一个女孩子在大陆人 然后在夜总会上单 那她一进去 就跟妈妈想 说我给你 我给你 就跟她包了一个红包给她 然后跟她讲说 我要找一个最好色 最 最有钱的男人 那妈妈想 没问题 我帮你找 果然跟她结婚了 然后呢 就抓奸 第一个月就抓奸 抓到了 然后拍下来 分探拍下来以后 看 然后分她一半的财产 现在的人怎么了 很毒哦 很毒 但是对 这个方子玄 根据一个未经证实的事件 就得出了这样的感慨 觉得现在的人很毒了 这个亲生老公 不是亲生老公 亲生 就是老公 当然这事 现在还不能就说是事实 不是说他设局 但是的确有很诡异的事 你想连续几任老婆 都死得比较奇怪 那么难 对 人家会对他怀疑 然后又买保险 对 那么这个换句话说 你要想着你身边 跟你在一起 这个人虽然 每天晚上一起睡 对着两三年了 但他原来可能都在算计你 怎样害死你来赚钱 是吧 对 所以现在另外一半 你会相信吗 你相信吗 子玄 我曾经 我曾经被男朋友打过 因为他喝醉酒 然后这个是大概四年前的事情 你这么漂亮 他还忍心打你 我也想不到 可是平常是很疼你的 平常对你很好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 他喝酒又发疯 然后其实我已经知道 他好像有暴力形象 有一次我们就吵架 因为看到他喝酒 我不满意 我就说你干嘛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 他就拿一把菜刀 把我吓死了 谁说是带着我菜刀 把他从上去 拿了一把菜刀出来 然后我就闭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可能 你当朋友是什么社团呢 是哪个字头的吗 他不是 他是在做finance 在银行界 真的 真人君子 压抑啊 可能是压抑 我们压抑 然后最后有一次是 我已经受不了 然后我还 我最难 最难是很好的 所以他喝到两三点 然后我怕他自己开车 会酒醉驾车啊 会造成其他的人 有意外 所以我去接他 我去帮他开车 结果我又多讲了一句 你干嘛喝酒 虽然在那跑马地 不停打我 一拳一拳一拳的打下去 一拳一拳 我的鼻子都歪掉了 然后 怪不得 怪不得 这个是讲过 讲过来 没有 这是真的 然后后来 后来我在街上喊救命 有六个男人 就是不来帮我 不来救我 我叫了很大声的救命 后来不停跑跑跑 跑到一家商家里面去 我的男朋友才停止打我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人物 不会去 你还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很难想象 这个被男朋友喝醉了 打这个女孩子 是什么心情啊 我觉得好像在拍戏 我觉得像回到以前 自己在拍电影的时候 可是很真 那一刹那心很痛 觉得说为什么 我每天跟他睡在一起 他是这样对我的 哎呦天哪 但是你刚刚说 那后来你原谅他吗 后来他就跪在 跪在那个门口 家里门口 酒醒了以后 酒醒了 对不起 不停的 不停的 对不起 他说下次会改过 然后还签合约 我们两个自己 拟了一个合约 说他怎么样 他下次再喝酒呢 就要赔多少钱 赔港币十万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 我也赚了不少钱 那他关心的是最后呢 你现在跟他和好了 最后和好 你可真是胸怀宽广啊 你这个人 前半点是暴力 后半点是金钱 我觉得 也不是有感情 因为他白天的时候 是真的很疼你的 这个也很好的 晚上就变成 晚上就变掉 我知道这一路 当然你可以循环宽广 但是我也有一个 处事的这个原则 我呀怕那种 这个喝了酒之后 不能自制的人 你比如说咱们本来 兄弟几个很高兴 在一起喝酒 总会有那么一些人 他一喝醉了 咱们就叫 我们就叫搅局啊 大家搞得喝很没意思 他就是他不能自控 也不知道他是戒酒扎风 还是真的不能自控 但是不管哪种情况 我平常要玩的时候 我就远离这种人 我一发现身边有个人 开始不能自控了 我就离开 我马上就得走 那喝醉这个是真的假的 其实我觉得脑里面是清醒的 不不不 不会 不是吗 喝醉是真喝醉 但是问题是喝醉 哪个人的表现不一样 有的人喝醉是沉默的 有的人喝醉了 就可能昏昏欲睡的 那么有的人喝醉 就释放了很多东西出来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很对 其实我说 那是压抑 但你刚刚说那个情况 你刚刚说路上的人看着你 也不管你 也不管我呀 那有个特殊的理由 有特殊理由 就是一般人啊 你比方说你在街上 如果看到一个女的 给人欺负或什么样 都会过去帮忙或劝阻 或者让人去调解那件事 但是如果你给人感觉到 你们是夫妻或者是情侣 很多人就不愿介入 那也可以打电话叫 也不会 不会 你懂我意思吧 就你觉得人家的夫妻两个事 这也是中国人社会 不会这样 你比如说 比如在英国美国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美国这些地方 当时就看到他们是你家里面打孩子啊 打老婆啊 或者老婆打老公啊 所以你讲 这个世道人心呢 真是有的 我就见过 本来夫妻两个在打架 就在打这个老婆 后来有一个男的上去劝架 劝架这个男的就挡他的丈夫嘛 最后的结局我看到呢 夫妻两个一块追打这个男的 对 你怎么打我老公 打得落荒而逃 就觉得自己家的事你不用管 对 所以就很难说 因此那六个男的肯定 你长这么漂亮 人家都有心 结果最后怕你们 对 但是说会不会还给人以为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意图啊 对对对对 咱们进行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样子玄太不像了 曾经给男人打来过鼻梁 你说这家伙 辛苦啊 他就是银行工作的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把他钱弄过来 把他人飞了算 我的命还挺苦的 最近在画廊工作 某一间画廊工作 然后呢 那个画家呢 就来 大陆画家来到了香港 做那个展览 画展 嗯 画展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就陪他去唱歌 就毛手毛脚的 开画廊 还需要陪画家去晚上唱 这怎么跟金融界商界 怎么都一样作风啊 都差不多 对 然后我就给他毛手毛脚 那我当然不舒服 我就走掉了 第二天老板叫我走 恶话不说了 恶话不说就叫我走 这个意思是 可能那画家跟那个 我得罪的话 就说 说你们这个公关 怎么不让摸 这老板说 他太不想话了 我们公关却不让你摸 对不起 是这样是吧 我也不懂了 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做 而且那老板 是我好朋友的妈妈 所以那心里 心里那种感觉是 太现实了 太现实了 那不管你这个 你把我客人赶走了 不过我是听过 我也听过一些 做画廊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到 据说现在有的画家 都是 或者别说画家 就连我们做艺品 我过去写艺术评论了 那么我在香港 做艺品不值钱 在大陆做艺品不一样 据说在大陆有个地方 做艺品 你是也是到了不同的地方 到不同画廊 什么人 也得捧着你啊 因为看你写好东西 出来给歌送一下 怎么样 那么也是一样 晚上要包唱歌跳舞 那么半夜的生活 什么都是人家去搞定的 哎呦 现在啊 真是 你知道 你说的问题 才让我发现 这天下乌鸦一般黑 因为在大陆啊 有好多女孩子 还是所谓的这个白领啊 就是 在这种问题上啊 很麻烦 很头疼 那老板说 本来下班了 那你跟我去喝酒 你去不去 去了之后 你可能也不能喝酒 陪这老板的朋友 喝完酒了 还得唱歌 而且他还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表现 你要渔滨嘛 你要让宾客感到这个静欢高兴 那宾客喝醉了 有时候也 毛手毛脚的 可是工作难得呀 那很多女孩子 他工作机会不是那么少的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 有些这女子 有时候你到这个夜总会那包房 你一看 你说按说你一个公司经理 但是就这么少 我说你啊 整整整晚上 你表情上我都觉得 他也不太愿意 但真叫抢颜欢笑 真的抢颜欢笑 所以这个 你是不是特别会觉得 比如说你在台湾 香港 大陆都待过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三地的华人社会 都是这个样子 这女性不太友善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样女人难当 在办公室 不会吧 我们觉得你这样漂亮的女人 是这样 一愣一愣的 很难当的 现在女人 我本来想说 演艺圈可能有 就是也是碰到这些情况 那就退出 那就试试看画廊的公关 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就想 那如果去做一个 打一个正常的工 去正常的公司上班 会不会老板 也是这样子的要求 那该怎么办 然后又把我开除 那到底要怎么样生存呢 我理解你是不是感觉 处处受到性骚扰的威胁 是不是这么个问题 有这样子的 觉得 很深呢 是吗 我觉得好像是 自己桃花特别旺 就那样男孩子 就是特别想要 对你有弯脑筋 不是桃花吗 是长得亮 这玩意儿没办法 但是 在本来这 我就一直觉得 我们华人社会 这个你说性骚扰 特别严重啊 根源不在于 华人的男性 特别好色 而是在于 这个社会 男女很不平等 其实性骚扰的前提 很多个性骚扰 就是跟你 好不好色有关 其实不是 一个人 他居然会去 性骚扰别人 并不是因为 他特别好色 说好色 可能全天下男人 都一般差不多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社会 你对这个男人 会有多少制约 这是一个问题 就我们对男人的 制约比较少 就让他觉得 他做什么事 都可以 那么或者说 他这个权力分配 不平等 这个社会 比如说男性 总站在一个 有力的位置 你说老板是 可能是要 他就算不是男人 他要帮着男人 对不对 那么你的上司 或者你会发现 演艺圈里面 很多有权力位置的地方 也都是男人占据的 那你们怎么样 反正现在吧 就是 我老旧说 是人逼人的社会 就是 互相之间 虚所无度啊 我是把夫妻 中国里边这个词 用到现在 好像 我老觉得就是 你比如说 你一个女孩子 长得特别漂亮 往往啊 不是你对男人 虚所无度 就是男人 对你虚所无度 往往你看他的现实 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很累呢 这样子 就比如说像 几个 很累啊 我前一阵子 真的是忧郁 我觉得 我就很难过 每天一定要吃安眠药 睡觉 所以现在就得歇着 现在就休息一下子 好 然后被这个 社会性招扰 到最后 只能再吃休息 我的天 至于吗 这就叫 父权社会 就父权社会 你像 我记得最近看杂志 新书看 不是还做 说盟女时代吗 那现在大陆 很多女人很猛 那么现在像 徐建梅 什么都很火 然后超女又有 然后政界商界 都有女强人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越是这么刁榜 有些女人很厉害啊 就表示这是个现象 它之所以是个现象 是因为它不正常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 开始看到 很多女人出头了 这是个现象 这表示它是不正常的 那么正常是什么 正常就是 依然是男人 站在最重要的位置 我能理解 因为我也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说 有的那个 长得比较丰涩 我不是说你比较丰涩 我是说有的 有的有少数女孩子 我还真是知道 就真是得逼得 最后得离开社会 就或者他找到了 一个固定的老公 那么他呢 就因为他没法出去工作 他到哪里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像你说的 命犯头花 真有这样的 他在什么单位啊 都搞出一些 这个事情了 或者是有男同事 骚扰他 或者男上司 骚扰他 老是因为这样 女同事排挤你的 公司的女同事 排挤你的 女生是讨厌你的 加上女同事呢 好像也对他 没有什么支援 往往就做的 就使得 这么一个女的 就最后 没法在这儿 没法在社会上立足 你相信吗 这很有意思 咱们去一下广告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子澄就红颜薄命啊 而且我发现呢 他由他个人的悲剧啊 上升到对这个 全世界妇女的这个命运 尤其今天会讲一个 对我今天 我朋友前几天跟我讲 他有一个朋友 在深圳怀孕了 然后三个多月 然后晚上走在路上 然后不知道地上是修路的 然后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 就马上小踩 然后全脚都流血 他叫得很大声 可是那旁边的 所有的商家都听到他叫 就是不救他 几点 大概九点多 就是没有人要救他 晚上九点多 没有人要救他 他还要打电话到香港 跟他的朋友 在坑里面打电话 没有人 他叫得很大声 就是没有人要理他 这是你朋友亲身经验 我朋友亲身经验 在深圳 在深圳 但是像这样的事 你在网上那么相关链接 你搜一大堆呢 对啊 有的那是 那个时候说是重庆 我忘了 还是在哪 就一个女孩子 被一个人残杀 在凌晨的时候 那个喊叫的声音 所有的邻居都听得到 但没有一个人出来的 最后的女人就死在 家户的住家的门前了 你比如说前几个月 那个北京不是有个 清华的一个退休的 还是退休的老教授 他的女儿不就活生生 在这个公车上头 公交上头 给那个售票员 活活掐死 对对对 几十个人在那 看着乘客 就这么在乘客面 掐死一个人也没人理 我那天还碰见 这对父母亲的 在北京 他还跟我说呢 说我们的案子 现在是进行到 什么阶段了 说是很感谢你们 共煌卫视啊 说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好多事啊 你都觉得现在 难以相信 你比如说 所以从小啊 比如交给我们 怎么样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或者建立 勇为 要做好事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越教越坏 其实有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当小孩子 他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个判断 你交给我的东西 是个我应该真心 接受跟相信的东西 还是一个我用来应付的东西 你比如说很多孩子 比如说他读书 考试 他会觉得念完的书 是用来考试用的 考试之后要过关的 对 那么对他来讲 所谓的德语啊 其实也是一种 用来过关的东西 哎 子权 我倒想问问你啊 嗯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男人都很可怕 我现在 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很可怕 是吗 百分之百 觉得好像 要到社会上工作 要出现在一个周围 很多男人的社会里 就老是会有一点不安心的 他就要跟你拿一点东西回来 你要深 你要你要做得好 我就你就得付出 就是好像就是知道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演艺圈啊 那他们不是把所有的行业 都搞成色情业了吗 所以 你不觉得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 其实差不多的 不管在小公司 大公司 或者是甚至演艺圈 都是都是演的同样的故事 哎呀 真是 你说我也听说过 有的那个制片人 那看上也人五人六的 他有些人是粗人 我觉得他这个 不但文明 你像有的 我就听说个女演员 讲过嘛 就是说跟制片人上家里 你不能跟他去家里 去家里 最后都会在女的胳膊上 轻一块嘴一块 打出来就跑出来的 就是要 要强行那个 就大王硬上宫啊 那真的很可怕 你说你就觉得就是 所以这女性 太粗了吧 这面社会的生活的成本很高 你比如说你要晚上去夜间 对我们来讲 晚上出去 你算不要想 太粗了 太粗了 这次又找到了 太粟了 然后看他 我们再次看 还有 我们再次看